初宝还记得我跟你们说 万物皆可水培吗 就那天我搞的这个主题 你看立马生根 这里马上都出来很多根了 这个是最明显的是吧 有初宝说老花一 什么花可以水培啊 老花一跟你说哈 万物皆可水培 也就是你一定要了解 不论是什么样的植物啊 它离开土造样活 不论是什么植物 它不需要土造样活 是因为啥呢 它会长气根 什么叫气根 我给你指指啊 你别说在水里面长根了 它在空气里面都能长根 看到没 它都能吸收空气里面的水分和养分 所以说万物皆可水培 但是呢 时间长了 你要注意一个什么事 它能不能营养根的上 那有的话说老花一 你看看 你给我整一个水培吧 你们想看水培啥 水培个种球 可以吧 随便找个瓶子就可以水培了 你比方说 我要水培一个柱顶红 有根无根的无所谓 现在你要注意的是什么 水位 水位加到一个什么位置 给大家展示一下 这一步比较关键 就是加水的这个位置 有的话有可能不太理解 今天给大家演示一下 你看这样加进来 就是保证一个什么呢 这个水位 这个根盘 就大概是这种感觉 看到没 就像它这个水蒸气 能够引上来就OK了 明白了吗 不论是什么样的植物 都是这个道理 就是你要了解的植物很神奇 它神奇到哪呢 它的这个根系 它会往有水的地方去长 你只要有足够的水蒸气 能够让它自然的往下长根 都是一样 所有的种球都可以这样 就是这个水位可以再高一点 但是不要接触到那个根盘 让它留个两厘米左右 让它根系往下长 最好的一个状态呢 就是把这个瓶子再给它 就不透明的瓶子 它会更爱长根 懂这个事吗 植物也是相同的道理 你不论是什么植物吧 咱比方说再拿一个植物 不论是什么样的 就打个比方说这样 都可以坐在这里 你看这个根 慢慢的都能引到水里面 又或者是你洗了裸根了 它都可以的 懂这个事就OK了 就是万物皆可水培 但是你要注意一个什么点 就是它的这个营养 你像这个种球的话 长时间在这个水里面 你要往水里面去加一些营养液 你要不加的话 它时间长了也就不行了 明白这个点吗 植物一定要盖它一下 好了 别的没有什么大问题 就是今天给华文们分享什么呢 万物皆可水培 所有的植物都可以去水培 但是你一定一定注意 这个水位 还有这个水里面的营养 就OK了 好吧 再不管怎么说 你水培它永远是不如土培 长得壮实 就跟人一样 你可以不吃饭 每天去打点滴 但你时间长了 胃它就退化了呀 跟植物也是一个道理 老板记得我跟你们说 万物皆可水培吗 就那天我搞的这个主题 你看 立马生根 这里马上都出来很多根了 这个是最明显的是吧 觉得不错 记得点个关注 有其他养魂问题的 可以视频下留言 我是老花一 养魂最在一 白了吃吧 嗨 嘿嘿 嘿嘿